我完全明白 你不要覺得我完全明白是不對的 我其實都想跟你們道歉 但沒關係 我知道你們要的東西 我先寫給你們 你不一定滿意 不一定滿意再跟我說 十個月聽起來很久 但是 十個月聽起來很久 但是對心理受傷的我來說很短 我到現在還是會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嚇到 然後也會還是在晚上會做惡夢 但是我覺得我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好起來 那些說我在盤算政治紅利的人 我想問問你們 如果你們自己或是你們家人受了這樣子的傷 多久復原算快 多久復原算慢 我自己在選議員選立委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情 那請問現在我又需要吐些什麼 我相信他的做法 任何有法律知識的人都會覺得非常荒唐 朱學恆今天早上的行為 只是再一次的向大家證明 他毫無悔改之意 如果他覺得他自己做錯了 曾經他覺得他自己做錯了 那麼他早在還可以有法律效力的時候 就會去自首 而不是在現在動用司法資源 浪費司法資源來博取媒體的眼光 想要營造一個悔改的形象 各位媒體朋友武安 那很謝謝大家今天來關注這件事情 那我也同時希望利用這個機會 先把我們對詐騙的這個反詐騙的宣導 利用這個機會可以好好先說一下 所以前面第一個部分 我先跟大家談一下這個事件之後衍生的狀況 就這幾天我在這個訊息裡面收到非常多人 告知我這件事情 就是我相信各位搞不好自己也有看過 就是在臉書上面出現了很多 以我的名義創建的這個粉絲頁 那這些粉絲頁有一些甚至連我的名字都寫錯 但是數量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因為在我們正式去報案之後 有一些因為被檢舉 所以陸續下架之後 但是馬上又再升了新的 所以現在整體有多少個其實我算不出來 因為他不斷的一直重生 那甚至連我自己主持的這個節目 今天誰來配也被冒名創建的粉絲團 那這個粉絲團粉絲頁創建之後呢 他就讓這個民眾 不好意思我拿一張給大家看一次有三種 這邊一次有三頁 那這個是其中的三種 那裡面呢第一段是引用我曾經講過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社會大概有八成的女性 像這樣子被性騷擾 前文通常真的是我講過的話 但有一些是自己捏造的 包括什麼昨天聚餐之後 什麼什麼事情讓我憤怒到幾點 中間這一頁就是他自己胡亂創造 那這樣子冒名 但是搭著實際上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讓很多民眾半信半疑 所以部分的粉專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得到了很多的按讚數 那確實有很多的關心的民眾 就傳訊息來問我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我自己所創建 答案當然不是 我絕對不會賣任何東西 或推銷任何東西給大家 所以要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講 就是不管你在臉書上看到任何要你購買股票 投資訊息都不是我創建的粉絲頁 全部都是詐騙 請你按下檢舉鍵 讓臉書可以得到回應 然後讓他們可以讓這些粉專下架 那他運作的模式是這樣子 就是你點進去之後呢 就會在裡面連結到 一個添加加入跟我聯絡的訊息 然後加入之後 會導向一個加LINE的連結 然後就會加了一個名為中沛君的LINE好友 所以昨天就真的有人加了之後 然後又反過來 用我們自己原本的官方帳號問我說 那個是不是我們的帳號 一樣也要在這裡 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講 不是我的帳號 所以要看清楚 這個帳號也是詐騙集團創建的 那更好笑更荒唐的事情是 我用我自己本尊加了他之後 他還問我說 你好 我是中沛君 你要領取標股還是學習選股技巧 詐騙集團的膽大妄為 竟然到了這個程度 那接下來可能是因為太多人加了之後 發現他根本沒有辦法答出跟我相關的訊息 所以被識破 所以昨天稍晚的時候 他又再把這個連結稍微改了一下 你如果點選之後加進去 會變成他說 建議你加入之後會加入我的助理 是可以加好友 然後可以從裡面問 但是我辦公室 並沒有這一位叫做張曉婷的人 那加了之後 接下來就會露出馬腳了 他就會開始跟大家推薦 這個各種投資理財的訊息 所以要跟 藉這個機會跟大家講 不要加這些連結 然後也不用點 這全部都是詐騙 那只是這個特別他也很用心 也把陷阱設在裡面 是他甚至拉了這個 王雄董事長 就是我過去服務的電視台的老闆 進來背書 可能要增加兩者之間的可信度 所以在這個詐騙的網頁裡面 他也用了很多名人的照片 那我想今天特別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其實我並不是這一陣子 唯一的受害者 我相信大家在這個聯書上 或者是在很多新聞裡面都看過 很多的名人 包括這個斐軒姐 包括這個黃仁勳董事長 包括張淑芬女士 也都被盜用過 那我自己去報案的時候 我就問了一下警方 警方說現在這個刑案當中 詐騙數佔了六成 六成之多 然後其中最近最常受騙報案的 都是一夜市的投資理財詐騙 所以當大家在網路上面看到 這個投資理財 財經名人叫你去選標股的時候 請務必注意 裡面絕對有詐 因為這些這個 真的需要分享這些財經資訊 不會是在這麼陽春的網站上 跟大家分享 所以希望今天看到新聞的 全國的觀眾朋友 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能夠有所謹慎 不要再讓自己成為詐騙集團 這個眼中的肥羊 那當然很重要的是 我自己也正式的 在星期六的傍晚 到我們文山 在文山醫院那天我有行程 我就直接在文山報案 那現在警方也在偵辦當中 那現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會知會臉書公司 然後希望可以把這些廣告逐一下架 但我個人覺得 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是 我們作為政治人物 大家應該都有點了解 就是政治人物在臉書投放廣告 受到的審查 其實是非常嚴格的 後台會做很嚴格的審核 那包括我自己在競選期間 真正我本名本尊的粉專 有幾個廣告審查時間 今天還花得特別長 因為他要看你 是不是有攻擊別人啦 或者是內容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審查其實是相對嚴謹的 那我今天不能明白的是 為什麼臉書冒用政治人物的名義 創建粉專的時候 投放廣告 竟然這麼暢行無阻 沒有受到任何的規範 然後讓更多人有受騙的可能 然後讓詐騙集團有機可乘 我覺得臉書真的要負起它 應該有的社會責任 而不是一昧的只有在這個全世界各地 包括在台灣賺錢 這是我對這個臉書公司 我們也會正式的發信去抗議這件事情 好這個是關於詐騙的部分 那警方實際上的回應 還有他們的因應作為 稍後我在議場總質詢的時候 我會再問警察局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警方那邊的數據 或者是其他這個警方的相關回應 等一下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會在議場繼續問 好那另外一部分當然就是這個 上星期發文的事情 那在主要其實我比較失望 就是大家今天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 但是在讓大家提問之前 我有一些這個原則性的事情想要先說 就是當天發生的事情 我已經都如一的寫在臉書裡面 所以之後就是稍後細節 我不會再贅述 因為我不願意再回想 然後坦白說那個書寫簽字文 對我來說已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十個月聽起來很久 但是對心理受傷的我來說很短 我到現在還是會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嚇到 然後也會還是在晚上會做了夢 但是我覺得我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好起來 那些說我在盤算政治紅利的人 我想問問你們 如果你們自己或是你們家人受了這樣子的傷 多久復原算快 多久復原算慢 我自己在選議員選立委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情 那請問現在我又需要塗些什麼 真正會在這個時間點說出來的原因是 我剛剛給各位聽過 我主選人在律師事務所的時候 各位可以聽出他的語氣跟他平常講話的落差 他一度讓我相信他願意真心的悔改認錯 我在去年八月事情發生之後 我沒有向他要求任何的賠償 我只要他從此以後承諾不要再靠近我 因此他在律師事務所裡面寫下的切結內容 就是他會盡一切可能遠離我 還有我的家人避免造成任何困擾 但是就在幾個月之後 他毫不避諱的在電視台跟我出席一樣的通告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我認為他在挑戰我的底線 他在測試我身為被害人 但是同時也是公眾人物 我敢不敢站出來挑戰他 我覺得他在測試我的底線 於是一次兩次之後 他不但跟我繼續通臺出現在我的面前 而且他還當著我的面 談論他最不應該談論的性騷擾議題 而且當他發現他被製作 毫不知情的製作單位安排 座位就在我的旁邊 最後一次錄影的時候 他的位子就在我的右手邊 就在這麼近的距離 他若無其事地坐在這麼近的距離 談論他最不應該談論的性騷擾議題 於是在那一天我下定決心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在忍耐的 一個不知悔改 違背自己切結內容的人 有什麼資格談原諒跟談大道理呢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在上個星期四 把整個事件經過在十個月之後寫出來的原因 我要再一次問各位 十個月算長還是算短 每一個人都沒有一樣的答案 但是我就問問各位 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受了傷 多久復原算快 多久復原算慢 只要大家自己這樣問一問自己 就不會再有一些奇怪的評論或者是猜測了 我只希望這個事件過了之後 台灣能夠變成一個更成熟的氛圍的國家 我們當以後我們或者我們下一代 在談論這樣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的眼中只有是非 不再會用政黨去評論去分界這一切的事情 我希望我們都能夠做更善良的人 大概就是這樣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再來補充吧 我們把所有的事證跟物證都已經交給律師 所有能夠採取捍衛我權利的方式 我們都不會錯過 我相信他的做法 任何有法律知識的人都會覺得非常荒唐 朱學恆今天早上的行為 只是再一次的向大家證明 他毫無悔改之意 如果他覺得他自己做錯了 曾經他覺得他自己做錯了 那麼他早在還可以有法律效力的時候就會去自首 而不是在現在動用司法資源 浪費司法資源來博取媒體的眼光 想要營造一個悔改的形象 但如果他真心覺得自己做錯了 應該要付出司法責任的話 他早就在幾個月前應該要去向司法機關自首 而不是在今天晚出這一齣司法大戲 議員有掌握到目前還有其他的受害者 我非常明確同時負責任的告訴各位 有其他的受害者 而且情節輕重不一 有人遇到的狀況跟我完全一樣 有人遇到的是言語跟肢體上的騷擾 但是我不是他們 而且我要保護他們 直到他們願意自己出來講的時候 我可以陪著他們 但是這一切在接下來進入司法程序之後 如果檢調機關認為有必要 我會在確定保全他們各自的情況之下 逐一如實的向司法機關揭露 請問一下 那 問問之後到今天 三天多一點 那 心路歷史怎麼樣 那有沒有一些 同地人同秀跟同黨的支持對你先送 那 我在第一天發文的時候 就很明確的跟大家說 我覺得身為議員 還是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我希望我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不是被害人 我是一個要奮鬥的人 我要為我自己的權益 還有為更多想要發聲 而還不敢或還沒有發聲的人發聲 這是我最一開始發文的初衷 也是我不變的 現在也不變的想法 於是過去的這三天裡面 我如期的去完成了我在地方上的活動 我出席了五場 我們在大安文山區辦的相包手作課程 跟好幾百個大人小孩一起過了 提前過了端午節 我希望用如常的生活一樣的服務 然後讓事情進入常軌 但是我坦白說 很抱歉我剛剛情緒比較激動一點 因為我以為我已經比較平靜的時候 我竟然又聽到初學狠 跑去告發自己這麼可笑的事情 這又再一次的證明 他真的是毫無悔改之心 我很天真的以為在這幾天 他起碼可能會試著透過我們共同的朋友 試圖表達他的歉意或者想要彌補的意思 但是非常遺憾 我再一次得到他的訊息 是這種毫無悔意可言的去告發自己 說起來也不算告發自己 他用避重就輕 所有法律界的朋友應該都看得出來 他用的字眼非常的謹慎小心在切割 表面上好像想要這個 對過去犯下的錯誤表達什麼回憶 但其實沒有 我再一次的說 今天我會站出來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毫無悔改之意 同時又讓我發現他還不斷在做一樣的事情 代表這個人 浪費了社會對他的期待 還有社會對他錯誤的投射 但是這不是大家的錯 是他的錯 他騙了大家不應該有的信任跟期待 在這個 今天他去告發這個動作 我只能告訴大家 如果他真心悔改的話 他早就已經去自首 他早就已經用更具體的方法 跟我表達歉意 而不是浪費資源來演這一齣司法大戲 陸陸續續有傳訊息 辦公室也有收到一些華欄 所有的關心不分黨派 我都真心表示感謝 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希望大家對這件事情的 不管是譴責朱學恆 或者是對我的關心 我都希望那是基於事實 還有對這個事件所有的情緒反應 而沒有其他任何的雜誌 所以我願意相信所有的譴責 所有的關心都是真心 那也請大家不要再做其他的無謂的政黨的 或者是其他政治上的聯想 我認為那個都是一種傷害 我坦白跟各位說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巧合 我自從去年事情發生之後 我當然是完全不可能再看他的直播 所以我心裡完全對他幾點直播 是沒有印象的 這件事情我從禮拜一 最後一次跟他同台之後 我回家反反覆覆練習想要寫下來 但是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這篇文章我寫了又改 改了又修 從星期一一路寫到星期四 我發出的時間點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就是我寫完的那一秒而已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 會把所有的物證事證交給陸史 那這個物證有包括事發當下的監視器嗎 我剛剛抱歉 因為剛剛最一開始我就說過 因為這個我們準備要進入訴訟 所以這些細節我們都不會再談了 台灣出選當時還有做出一些相關的施壓請問嗎 因為他後續好像有打電話給他們說 尤其是在立委出選的時候 好像還邀你的競爭對手上進 他事後的作為其實都是公開的 所以大家應該都可以這個 從新聞上面或從一些網路片段去回溯 我就不多說 但是其中一個大家不知道 又或者略有耳聞的事情 是我很吃驚的是在事情發生 他貌似有悔意的寫了竊節書之後 他竟然找了一位陳文宇律師 打電話給我的律師說想要關心這件事情 我當時沒有議會過來陳文宇何許人也 但是我上網之後細思甚恐 查了之後細思甚恐 我跟我律師說 除非他正式委任 我們就進入司法的工坊 否則沒有什麼好談的 因為他只是避重就輕的 用朱雪恆朋友的身份 來關心這件事情 我不曉得在一個這麼有媒體聲亮的朱雪恆的嘴巴 請了一個這樣子充滿爭議的律師來關心我 各位可以想想看我當時蒙受的心理壓力還有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說實在我到現在可能有時候想到這件事情 我還是腦子一片空白 就是我不能想像做了這樣的事情的人 然後還可以有這麼多的動作 我想不出來怎麼形容這個人 我想不出來怎麼形容這個人 我不願意也不應該把這件事情跟任何的政治扯上邊 我覺得該談什麼就談什麼 那任何人犯的錯就是為他犯的錯負責 其他的我都不會多傷 那今天雲林縣議員陳方寅有爆料自己被C性名嘴性騷 那就你所知這位C性名嘴你認識嗎 你這個問題有點奇怪 因為我不是陳方寅 所以不會是據我所知 那不過當事人應該有其他的回應 報紙也有寫出來 那無論如何不管這個人是誰 那我的態度都是一樣的 這個議題跟藍綠沒有關係 跟是不是朋友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是是非對錯 我還是一樣的道理 任何人犯了錯或者是做了什麼事情 就要為他做的事情付出責任跟代價 跟做的人是不是我的朋友 是什麼政黨 我認為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就要下去議場直選囉 謝謝大家